阿芭皮 为经济 经济 为万万 故意买房 又买车 一撒金 二撒银 三撒 姑娘 进了门 送就洞房了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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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哥 你们来了 大大嫂 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结婚呢 是啊 你们不是没回来吗 你还好意思说啊 自己悄咪咪的就办了婚礼了 连家里人都不通知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就是 你还把布啊 我们当一下人 不是不是 你们的父母是知道的 他们已经同意了 然后你们在外地 你爸妈说不用通知你们 对啊 我们也想低调一点 老妈都90多岁了 老爸都98岁了 脑子都是糊涂的 还有你这个人真的是 再说了 就这样的婚礼 你也这样 这样也挺好的 你看他礼服也给我买了 是啊 就得一个礼服有什么用啊 这礼服 你拖下来我给你买 比他更贵的都有 老爸老妈可说了 彩礼没有 三斤没有 车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嫁的到底什么家庭啊 我不是跟岳父岳母已经说了 清清清清明明白白了吗 你没拿岳父岳母来跟我说 都说了我老爸老妈90多岁 头脑都糊涂了 你跟他们说 就是 我们年轻的在家 我们年轻的也有那个联系方式 怎么不跟我们说 那父母都同意了 那我们我们就叫这样 搬下去了 再说了 我真的是拿不出这些钱 小方也是同意了 说简简单单的办就好了 拿不出钱 你娶什么老婆啊 现在嫁人没有个三五 别说三五十万吧 三五万的彩礼 你都给不起 那你还娶什么老婆 大嫂 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 可是我们的爱情 不是用那些物质可以衡量的 我们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不要看不起物质 我跟你说 没有物质 你婚后你怎么跟他生活啊 跟他吃看厌菜啊 哎呀 正所谓夫妻同情 吉利断定 结婚了以后啊 我们共同努力 我相信啊 我们的日子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对对啊 他吃人育米 现在他重一点 可是 他自不重啊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没有物质的爱情啊 风一吹就散了 哎呀 想当年你跟我大嫂 也是什么都没有啊 你看现在不是苦过来了吗 生活嘛 就要相骨好强 什么都没有 你哥还好歹还给了我 十万的彩礼 你呢 十块钱的彩礼都没有 哎呀 你真的是就这样倒贴给他 到时候嫁进去啊 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你是个赔钱的货啊 那你们今天来 是什么意思 我们 你看 从里头举行到一半了 我不管 就抓最后一步了 我不管 刚才我们已经回去跟老爸老妈商量了 他们 这个时候也觉得确实不对 彩礼又没有 三斤又没有 彩礼我不说三五十万 那五万总有吧 还有三斤 要补回来才能办这个婚礼 我们 我们家 这个时候真的是拿不住这些钱 不要说五万了 五千都 是啊 很难啊 喂呀 我们也是为你好啊 万一你以后有什么 还不至于那么亏 那不是 你们 将老必老都说为我好 为我好的话 今天就同意让我们结婚了呗 是啊 你真的是 反正我非他不叫 如果你们今天要阻止的话 我就坐下 哎哎哎哎哎哎 你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为你好 你以为我们真的贪你那三五万的彩礼啊 啊 我们叫他给那个彩礼 是要给你的 你知道吗 是为你以后的生活做打算的 万一你们两个以后发现性格不合 啊离了 你好歹还有一点钱 不至于流落街头 你懂不懂 哎呀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们刚刚结婚怎么又说离呢 我们会白头偕老一辈子的 白头偕老 谁不想白头偕老啊 你看看他 家里什么条件 你的眼睛到底是瞎的还是忙的 怎么会看上这种人呢 那这样吧 一把年纪的 那爱情跟结婚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那这样吧 爱情是甜蜜的 结婚了以后受苦了 我们现在也是家庭挺甜蜜的呀 我们都离家都谈了几年了 我们几十岁的人为了娶个老婆 他什么甜言蜜语说不出来呀 你看我们都谈了那么多年恋爱了 我们也该结婚了 再说南大当婚 是该结婚了 你看看你 你都说了你跟我妹谈了那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一分钱都赚不到 而又到结婚了 连一分彩礼你都给不起 那你还娶什么老婆 不要耽误我妹了 是啊 结婚前他可以什么都抑着你 在结婚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告诉你 那是几人六天 我相信玉米不会那样的对我的 是啊 我们可是真爱 你可以问问小方 他想吃什么 我煮给他吃 想要什么 我都想去办法去买给他 哪怕想要天下的星星 我都想办法去嫁给他 你个老男人 结婚前肯定这样 我们还那么年轻 你不对他好一点 他会嫁给你 嫁给你之后肯定 这也做那也做 什么家务活动给他干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还总对小方真的很好了 是啊 放心吧 以后小方加到我们 对他像秦桧女一样 对他不会 对他了 跟你们拿几万的彩礼 都给不了 还说对他好 我们只是拿这个彩礼 做个保证而已 说白了 你们就是想要点彩礼 对不对 那 你别把我们说的那么难听 我告诉你 刚才我已经明说了 要这个彩礼是给我 卖的不是给我们的 只是要你给个态度而已 你看你们的推三主事 行行行 你们说 说吧 想要多少 我过后补 补回来给你们 过后补吗 真的是 你见过结婚 不给彩礼 婚后再补吗 对呀 你以为做什么 还分妻啊 我告诉你 嫁过去的 你就是他们家的人了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他们家的 反正他的也是 我的 我的也是他的 我们不分彼此了 还记得那么多干嘛 你刚才说的 那个彩礼 反正都是给我的 那就当 已经给了 就行了吗 行行行 我没话可说了 哎呀 我可告诉你 他 你大手不管 我可得管你 你是我亲迈 我告诉你 玉米 你今天 不单单要给彩礼 而且啊 要把我妹 风风风娃娃娶进门 不然啊 我不要我妹嫁给你 风风光光 那现在不是风风光光吗 哎呀 现在就几个人 还风风光光 起码不是要摆八十围的 十围八围的 你也要摆啊 还要摆酒啊 摆酒你都不摆 你怎么样 你结这个婚事 偷偷摸摸的结了吗 连张酒席都没有 就是了 结婚谁结婚 不是热热热的 你不是破妈 不你是个人 哎呀 真的 妈我们家 还有钱吗 人生一辈子就结这次婚 啊 你就这么潦草 把自己嫁出去了 连张酒席都没有 妈 那些那些 之前的那个东西 你钱之前 钱你的不是拿出去 当了吗 那现在还有钱吗 我家里有没有钱 你也知道的呀 就要不这样吧 你们稍等 我现在 我想办法叫别人 送钱过来 怎么样 行 你借你也得借过来 那我 我打电话给村长吧 打电话去 算了算了 看你有个态度就行了 不用打了 那不办了 不要财你了 算了 既然我妹啊 这么坚决要嫁给你 你再借钱的话 也是苦了他 就算了 你以后 你要对我妹好 我告诉你啊 你哥既然同意了 我也没话说 但是我告诉你 你后婚后 要是有什么问题 不许哭哭啼啼 跑回娘家 我一定会对她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进行 这个婚礼怎么样 等一下一一进来 我家下了两只 两只大公斤了 行了行了 你们继续举行仪式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 终于动房 哎走走走走走走 爸爸老儿子 这就是你舅舅家 去敲门 舅舅 舅舅 老兵回来了 我回来了 谁啊 我啊 哎 熊哦 哎哎 带你儿子 回来干嘛 我 我被那个男人抛弃了 现在无家可归了 抛弃了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不知道 所以我再回来想找你 那先进来再说吧 我帮你拿 小莫我姐 大姐 大宝小白还拎着小孩 这是要干什么 他老公抛弃了他 现在不知道去哪里 那不是回我们家 就一段时间先吧 你看看你 当初叫你不要冤架 不要冤架 你偏偏不信 真的好呢 被人家抛弃了 你往哪里哭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当初对我那么好 有求必应的 谁知道他结婚以后 这是另外一个面孔 当时爸妈是怎么求你的 小莫啊 不要冤架啊 以后啊 你要的你好受 哪怕你受欺负了 也没人帮你了 现在怎么呢 哭哭啼啼就跑回娘家了啊 别说了 他已经够可怜了 好吧 你让我先在家住一段时间 等我找到房子 我就搬出去 是啊 搬出去 毕竟她是我姐啊 以前的事 就让她过去算了 大叔记得女儿婆 这是认谁 再说你看看我们家这条件 还要养他们三口啊 要多了三个筷子三碗饭啊 就你 就你那么一千多的工资 你能养活吗 我你的养活不了 但是这样了 我们那个村长不是撞没了吗 你打电话给他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他连早算了 打 行行行我打打打打打打 真的是你看看你 以前不好好听 不听老人的话 喂 村长啊 你过来我们家一下 我有事找你啊 你快点啊 好 来了 马上到了 哎呀 当初啊 我们劝都劝不动你啊 现在倒好了 我也不知道他会变得那么快 哎 大牛啊 有什么事啊 哎 这不是小莫吗 不是叫外甥了吗 怎么回来了 他被他老公 抛弃了 抛弃了 是啊 太没有原情味了 刚说那句话 十个眼价九个后悔 他就是那个九个的其中 其中的九个 还是下本地的好近一点啊 对啊 有什么可以互相照应一下啊 你 你以前不是做梅的吗 是不是 现在认识有很多资源 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 哎呀 姐 我姐比你现在已经离婚了 是不是 哎 你让他先去家里面 先住着再说嘛 老玉 你不是看了我家这条件吗 哎 我明白 他们三口人吃饭 哪里养得过来啊 那你别说了 知道 明白明白 叫你来呢 就是说 嗯 让他加近一点 也有个照应 是不是啊 如果说以后有什么 可以帮忙的 是不是 我们开车就可以过去了 那 那现在就去啊 你也知道了 是不是 行行行 行了 那就这样 请你先放这里了 行啊 带着没问题啊 带着请你去不方便啊 到时候再回来拿行李 反正也是附近这里的 哎呀 一直带着啊 到时候成了 我就一直住着来 就不用跑来 麻烦了 就这么定了 哎呀 他毕竟是我清洁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就是因为是清洁 我才这样啊 走走走 行了行了 你别说话了 行 我尽量把安排吧 这里 这里有点钱 算是介绍费了 啊 尽量帮他找个好人家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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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回一张 拿什么拿啊 我拿回一张 到街上我请他们吃饭 算了 哎呀 拿拿拿拿着 哎呀 行吗 行行行行 尽量帮他找一个好一点的 我尽量去物色一个好 好 现在谢谢你了 走走走 到时候 我搞定了 我再通知你们了 行行行 没问题 慢走啊 怎么走 哎呀 我可怜了 我之前走了 你们好好过日子的啊 你也叫我好孩子啊 好 你这个死鬼 你告诉我 哪里来的私房间 哪里来的私房间 我会死你的 哎呦 关出去 好好烧死你 你这个村长 借到这种来 但我这里是 实战机构吗 真的是 借到这种获胜 你要别后果也跟你说 那么好的女儿 你都不要 要你自己领过去 哎呀 小杰 听我说 哎呀 真的是 算了 人家都不同意 走走走 吓一架 哎呀 真的是 小莫 再看看这个 这个 叫二叔 人很老实 再看看 最后看一个吧 行 二叔 谁 我啊 村长啊 借到个美女给你 怎么 脱黑大女儿啊 哎呀 我不骗你了 刚离了婚了 我不 我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 这个女人你上来找啊 你以为 现在找到女人容易啊 我不管 好像 有老 有 有 两个小孩 我演不起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不说 你找吧 快找 哎呀 二叔 听我说 二叔 说什么 哎呀 听我说 二叔 哎呀 我 我不听你说了 快点快点走吧 走了走了 走不走 都不行吗 哎呀 走走走走 你活该 打一辈子光光 哎呀 打你吗 打三个人 不来 什么啊 我也没办法 你看 哎呀 接下来几个了 人家都不愿意接受 那你现在又带我回来 他们肯定又 肯定又 肯定不会给我进门的 哎呀 没事 我帮你说说看 他赶不给进门的话 我推着打断他了 我弟倒是没什么 就是我弟妹啊 没事没事 大鸟 谁啊 大鸟 我啊 村长啊 干嘛 小鸟 哎呀 开门开门 出来 谁谁谁啊 我啊 哎呀 关门干什么 姐又回来了 干嘛 接受不成吗 哎呀 不瞒你说 刚刚我都帮他 捂死了几个了 人家贤气啊 脱也带口了 人家也怕养不起 而且又又是二婚了 人家 哎呀 怎么说人家也不愿意 那你是这专门做美的也不行啊 我已经尽力了 现在没办法 只能带回来了 那钱我一分都不用 我还给你 我钱还给你啊 刚才吃饭算完了 算我请的 一分都不用 村长啊 干嘛 他现在也不成是不是 你介绍也不成是不是 是啊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现在也是未婚是不是 我未婚啊 是啊 你 老是介绍给别人 怎么不想想想 为自己找一个呢 哎呀 大酒 你讲这种 我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我虽然说我是村长 但是我也比较穷啊 人家也看不上我 算了算了 你只是只是没找而已 是不是 找的话 你看 肯定要排得对 我跟你说 现在吧 你看 我姐现在也是 过为华母的 是不是 也要有个人照应 是不是 真的不好吧 这样 我都 有什么不好呢 我都没写过 没写过我的人生 但是我整天是 还写着帮别人介绍 我从来没写过我的事 你这样一拖再拖 等下你就40多岁了 我跟你说 40多岁 你以为找女人好早了 是不是 你要为自己想想啊 孙子 不要老是介绍给别人 哎呀 都不想想 自己 其实也不瞒你说 我跟他是同学 读书的时候 我就开始 对他有那个 其实不敢开口而已 你看他有远嫁了 现在他哪里会看得上我 这有什么呢 啊 那 你你问问他了 你再问问他 你你帮我 你帮我 姐啊 哎呀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是不是 啊 既然都拿到这个地步了 是不是 哎 不瞒你说啊 你们毕竟是同学 是不是 从小玩到大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啊 跟他过 跟他过 是啊 你的意思吧 不是我的意思吧 哎呀 大胆一点 先生 哎呦 传长 我都听到了 别不好意思了 其实你一早就对人家有意思了 你现在还不扎紧机会 等下过来多个床就没关到店了 跟你说 是啊 你们两个慢慢交往先 是不是 啊 先交个朋友 可以吧 我怎么打平衣吗 我没意见 只要你对我们好就行啊 真的没意见啊 你不嫌弃我们就行 我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小孩两个小孩啊 我一定会事如己出 哈哈哈哈 那 当作我自己青少了 是啊 那小孩一定跟我信吗 这个没有问题 反正他那边那个爸都不要他了 就跟你信而已 行 假如 黄到几日我们就拜堂结婚 到我 到时候我老婆也有了 孩子也有了 啊 你现成了还不好吗 哎呀 我脱胆啊 哎呀 看你高兴的样子 哎 真的是 爷姐姐了我们的一个大难题 这样吧 哎呀 别说我这个做地球不会做人 这一点就是当作水里了 你要好好对待我姐 我也不缺钱 你拿着 那你拿着 你拿着 哎呀 妈妈给他们买一点生活用品 对呀 过来也没带多少东西 是不是 那行 那些小就是啊 对呀小燕啊 那就先过你那里 住一下 住一段时间 对呀对呀 明天我们就去领家 明天啊 要是不能脱啊 那你要问我姐 同不同意啊 明天就去领家吧 好 那走走走 那就行 快点啦 你 要一定要对他好啊 不要像他前夫一样吧 放心啊 我不是那种父亲汉的 放心 啊 改了我们再当完拜访啊 请 谢谢啊 走走走 哎 哎呀 哎 真一把你大姐的事情给解决了 这村长真的是 小心思多的 走了走了 嘿嘿 孩子 我带你们过来找妈妈啊 有人在家吗 来了来了 是你妈妈的声音 哎 开门啊 小燕你躲什么躲 你干嘛 你从哪里打听到我 我在这里的啊 你想逃避啊 那可不行 孩子终究是你的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呢 我没有逃避啊 那没有逃避那你躲起来干嘛 我不想看到你啊 那 那行 那你给他钱我就马上走 给什么钱 一个大男人竟然要一个前妻给钱 你要脸吗 我不是我的媳妇啊 干嘛呢 这是谁啊 神经病的 我什么神经病啊 我是他的前夫 这两个是他的孩子 啊 今天我们 我们过来呢 是想要他给抚养费 你等会 什么前夫啊 你当初跟我说的 可是 你没嫁过了 怎么突然冒个前夫出来啊 那离了婚就不算嘛 行离了婚不算我就算了 那 这两个是怎么回事 那两个是他的种 哎呀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既然是你的种 那你又带回去 你来找我儿媳妇干什么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他已有份 孩子身上可以流着他的血 那又怎么样 刚才他都说了 你们已经离婚了 离得干干净净了是吧 对呀 那就是了 那你还报过来干什么 是离婚了 是离得干干净净了 法院也判了 但是法院也说了 在判决判决书里面也说了啊 每个月他要给抚养费了 他现在那么久了 他一分抚养费都没给到 给什么抚养费啊 婚都离得干干净净了 你还像一个女人要钱 你要不要点脸了 你这个人了 真的是 你看我现在带着两个孩子 你不知道我有多困难 我 即使有72倍 我也不能够去外面去工作啊 我带着 带上小孩 我不能去外面工作 工作了 我又没人照顾小孩 我也难啊 你不知道 你自己不会把小孩放托儿所啊 这点办法的还要我一个老太婆教你 托儿所 就是小孩那么小 才几个月大啊 就放托儿所 谁照顾啊 人家也 也不要啊 人家说等孩子养大一点 再放一托儿所 再说了放托儿所那不要钱了 我不管啊 现在他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这两个不是我们家的种 我们不把你养 你从哪来的 滚回哪去 不要来找个女人要钱你 我不找你 我找他 叫他给抚养费 他现在我做主 他现在钱都是上交到我这里的 你做主 你啊 讲点道理行不行 孩子是不是 他身上掉下来的用 是要怎么样 那他难道就那么狠心吗 离婚了 你该承担的责任 你既然你懒了这个抚养权 那你就自己养啊 你还找到要钱干什么 那都说了 法院在判决书里面都说了 要给抚养费 每个月 每个小孩给一千 一共两千块钱一个月 都给了没有 我打电话 他也不接 自处找他也找不到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打电道 嫁到这里来了 结果啊 他躲起来 叫给啊 你这个老妈 还帮着 帮着他 他也不帮着他 他现在是我们家儿媳妇 我们家 可是靠着他呢 以后我养老还是靠着他呢 你要不要脸啊 一个大男人 还要钱乞讨负 真的是 幸好我跟你离了婚了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窝囊费一个啊 我现在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孩子要吃奶粉 啊 孩子要钱养 身温冷肉 要钱用 啊 我有什么办法 你不给抚养费 那我有什么办法了 给什么给 我当初我都说不要伤了 不要伤了 你硬要伤 好了 现在伤出来 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了啊 又非要拦那个抚养权 你难道 你的心思难道我不了解吗 你是嫌我伤了 是赔钱货 人家就跟我离婚了 嫌弃这两个小孩 你嫌弃 我可不嫌弃 那可是我的孩子 白媳妇啊 重男轻女女这种人 今天看来是要给了 不给的话 当然 他都打听到我们家在哪了 日后要是天天上门 那几不是很麻烦啊 大不了我们搬家 哎呀 你说的容易 我跟你说啊 你不给 你试一下不给 不给等一下我就喊人了 哎呀呀呀 别喊别喊 等一下我喊的话 这把邻居都过来了 看你们怎么收场 看你们还怎么 做人 我给 我给 给就拿出来 真的是 你要不要脸啊 一个大男人啊 这么一点能力都没有 还问我要抚养费 你是孩子他妈 我不问你问谁呀 多少钱啊 也没有多少 就就十个月而已 十个月 两千块钱一个月 两万 好意思 连万块钱都少 好上门来 我能费 我能费就我能费了 反正我是没办法 你这个 生而不养 你你就配 做人啊 你配做人家的母亲吗 行了 给你了 我们 孩子还等着喝奶粉 我又没有办法 给他奶吃 所以说我就只能 要钱买奶粉了 拿到你的钱 还你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还有还带着两个赔钱货过来 我看到他 我的烦 晦气 生而不养啊 母之过 你的孩子 你都不珍惜 你都不想养了 你不配做人母 行了 你配 你就配个做父亲 行了吧 老太婆 我奉劝你一句啊 她对我是这样对待 说不定啊 对待你们家 也是这样对待的 别在这里挑拨离间啊 跟你讲啊 还有啊 每个月抚养费你要给啊 现在 你你你你是打算 怎么给 给个承诺 赶紧的给个承诺 给人家让牌 走了 我带 没带手机过来 行 啊 你口头给他个承诺也行 先口头给个承诺 我承诺 每个月20号 把2000块钱 打到你一米卡上 把孩子抚养到18岁 行了吧 那就行 到时候啊 如果你不不给的话 到时候就法庭上街 看你以后怎么着 开始滚 真的是 你好自为之吧 跟你说 哎呀 妈 我们回去了 不理那种人了 回去回去 回什么去啊 你这个女人啊 我现在总算是见识到了 哎呀 你自己的骨肉 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还嫌弃人家是 赔钱货 你自己不是赔钱货吗 自己的小孩你都不养 哎哟 那以后 你 嫁给我儿子 那以后 你要是也生个赔钱货 你是不是也要跑路啊 我们家啊 白花花 20万娶你回来啊 到头来还要给你擦屁股 你不是说你离婚离干净了吗 怎么冒出那两个出来 哎呀 以后还每个月都要给两千啊 你帮我们家是你家的提款金啊 哎呀 真是的 气死我了你 妈 别去 消消气 消什么气 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也没有你的份了 马上 我马上叫我儿子回来 跟你离婚 你这种女人啊 要不得 刚才我听那个男的女的前夫 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你生而不养 真的是 哎呀 你对自己的亲女儿 你都能这样 哎呀 我一个老太婆 说不定以后 你会怎么对我呢 不会啦 妈 妈 哎呀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妈 拿着你的东西 给我滚蛋 我们家 不要你了 哎呀 妈 哎呀 你听我说 听我说 说什么说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啊 自己小孩 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都不能 不管不顾 你还能对我一个老太婆 能怎么样 我不指望你了 我马上打电话叫我儿子回来 明天晚 明圣取胜 见门你 哎呀 妈 哎呀 开开门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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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了 哎呀 来了没有啊 真的是 焦急死人了 哎呀 小燕 你那么焦急叫我来干嘛 哎呀 船长 你可来啦 哎呀 进去再说吧 哎呀 那也行 来来 行行行行 哎呀 小燕 你那么焦急叫我来干嘛 船长 你可来啦 刚刚炒菜啊 炒到一半啊 这个炉头啊 它就坏掉了 坏掉了啊 对啊 你也知道 我老公刚刚出差去了 我又不懂怎么修 你看菜炒到一半了 哎呀 你帮我看看 那我行 我看看吧 哎呀 行行行 哎呀 那么焦急叫我来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 哎呀 你看这个菜还在这里 才炒了一半啊 也打不着火了 哎呀 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哎呀 对对 找我工具过来 哎呀 那那行 先等一会啊 哎 行 哎呀 不行啊 这样 固男寡女的 等下接望邻居看见了 可不好 不行 我等着个证据再行 哦 有了 哎呀 我录个线 哎呀 哎呀 有证据了 哎呀 哎呀 不必找到了 找到了 哎 那我修了一下啊 哎呀 村长啊 你真能干啊 要能闻 要能舞啊 哎呀 真是羡慕你老婆啊 农村男人嘛 肯定会一点的啊 哎 哎 哎呦 那么用力啊 哎呀 不用力不行啊 小心一点哦 心理不堪 哎呦 哎呦 村长 能力啊 真的是感动的 哎呀 都搞得你出汗了 哎 行行 应该好了 好 哎 哎哎呀 搞了 哎 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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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什么 哎呀 哎呀 完了 我老公回来了 你老公啊 什么 哎 来了 哎呀 回来就回来了 我光明正大了 来这里 西方 这个有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我老公那个人小气得很啊 平时啊 我跟他二女说两句话 他以为我跟二女有一腿呢 哎呀 星人 你错了 你来到我家 还是孤男寡理了 哎呀 完了完了 他肯定会打死你的 爸 路有证据 干什么啊 啊来了 路有证据也不行啊 哎呀 赶紧躲起来啊 这小子 哎呀 我躲去哪里啊 真的要躲啊 要躲啊 不躲的一个洞 把你打死的 有证据 他也会打人啊 不行啊 平时啊 我都说啊 我跟二女说一句话 都骂死我了 怎么办 哎呦 那里有个桶 哎呀 船长 怎么委屈委屈你了 干嘛 你要干嘛 哎呀 你们躲在里面 不要出生了 等于出生了 我们解释不清楚了 委屈你了 哎呀哎呀 不要出生了 不要出生了 啊 我来了 老公我来了 你怎么那么久 才开门呢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要出差吗 你也知道我出差 我身妆症啊 落在家里面了 哎呀 你也是那么出心大意的 哎呀 起来起来 那么久才开门 哎 什么声音啊 我们家养了那个小猫 他他家 这咳嗽声音啊 怎么是小猫的声音啊 老公你听错了 这里 家座屋里没有人 我看了 你肯定是 躲着我藏男人了 没有老公 哎呀 不要找了 要不让你那么久才开门啊 没有 哎呀 真不在这里 老公你不是要出差了吗 找了 哎 这刚怎么盖起来呀 哎呀 我怕人家下雨 哎 干什么 哎呀 我这厂长男人了 哎呀 你啊 真的是不守护道啊 你这种人 没有啊 老公你听我解释啊 哎呀 我刚刚准备炒菜啊 那个驴头啊 炒到一半 那就坏掉了 所以我就 你又赶紧叫船长过来帮忙了 哎 驴头坏了 那就光明正大修啊 躲在这里算什么事 我就 我来来就躲 我就是光明正大修了 哎 你光明正大修 你躲在这个缸里面 他叫我躲了 我相信你们 你们肯定是有监情 这不是怕你误会吗 平时啊 我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 你又在那里疑神疑鬼了 说不 家里有突然间 从家来到我们家 等一下你不打指的 我才怪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 藏了多少男人了 没有 你这主要 不守护道 还有你 还钱 回外我们一生 哎 还勒索起我来啦 我好心帮你家修驴头 你还勒索我啊 还想叫我给钱给你啊 哼 现在说好心修 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我能干什么事 我就修驴头而已 你不在家 你老婆叫我帮忙 帮忙一下 难道我不帮啊 哼 帮忙 那叫我弟帮忙也行啊 干嘛要叫你啊 这不是去到 只要你弟家 他不在家吗 所以我就我就我就叫村长了 我不管 你赔钱 哎呀 赔什么钱 2万块钱 老公算了吧 再说 他是我们的一村子长啊 我们确实又没有说什么 你就是额然 你现在你瞒不讲理 我不管你啊 你要是不赔个2万块钱 我又到处说你们两个 我好心帮你家帮忙 你去 倒好了 勒索起我来的 还有没有天理啊你啊 勒索 这只是 贵了啊 你你你 你们这样 你这样做啊 弄得以后 谁也敢来你家帮忙 谁也敢踏进你们家帮忙 不要吵了 等着街坊银居都跑进来 来我们家看笑话了 我不管2万块钱 你毁了我名声 墨洋的话 我也不要名声了 我就到处去传 要一村人都知道你们 你这种不不守护道的女人 还有你这种 胡别乱当 没有这一回事 我亲眼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了 未必是事 怎么回事 草草凉凉的 我家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你来评评一下 这个村长趁着我出差啊 就偷偷的跑来我家 什么啊 高兴我老婆啊 村长啊你 你作为一村之长 你竟然还做这种事啊 哎呀 他叫我来帮忙 难道我不帮吗 你们 没有证据你们乱说 哦 对了 说了证据 我可是有证据的啊 你们等着 谁信啊 帮忙还用这个钢盖起来 躲在这里了 老公你真的是误会了 我刚刚就是怕你们误会 我特意 露了相 你们自己看看 哎 都进门 到现在 我们都做了什么 就是休闹驴头 是不二弟 你看人家 村长好心帮你 你还无赖人家 还要勒索人家要钱 这就是你不对了 谁要他偷偷摸摸 躲在我家 哪里的偷偷摸摸 哎呀 我这不是怕你吗 你也知道你这种性格那么小气 平时我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 你要在我 在那里猜想说我要跟他摇摇一腿 所以我只能叫船长躲起来了 你怎么说我的 我哪有这样啊 啊 怪只能怪你自己啊 轻松假假 自己心里面有鬼 啊 大家都是街坊银居的 都是兄弟姐妹的 啊 我们能干什么 嘿 你还有理了 你拼命理 他啊 躲在我家 你要我怎么理解啊 哎呀 二弟确实也是你你你你不对了 你说你身为一个男人 那么小气 人家来帮你家修东西的 你还这样 欧赖人家 行 那我怎么知道啊 你你老是这样子的话 你不改的话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你出去了 你老婆在家里面了 我怀疑啊 饭都没有得吃 就像今天一样 就驴头坏了 锅里面正炒的菜了 结果啊 没有来帮忙 如果我也不来的话 你看他今晚就恶毒者了 对啊 真的是误会了 人家穿着是好心帮忙的 大家都街坊邻居的 能帮则帮 是吧 二弟你要是再这样啊 以后你家再有什么困难了 一个都不不敢来帮忙了 别别 对对对 我走了 到时候你来帮忙 你也你也帮忙啊 我帮什么帮 你的老是这样 等下又疑神疑鬼的 我哪里还敢帮啊 我不理他 我走了 哎哎哎哎哎 村长 我我我给你道歉了 对不起了 哎呀对啊 村长 我老公已经道歉了 你就别嘛 我跟你说啊 你单单是跟我说 对不起可不行 你得心里面有所改变 不能老是这样心胸狭窄了 知道吗 得把心放平一点 放宽一点 就是嘛 二弟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 啊 大家都街坊邻居的 你何必想了那么多呢 也是啊 我不在家也也还是要多给你们帮忙才行 对啊 互帮互助啊 每个家里面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如果你不帮我不帮 到头来啊 你看 这个世界上还有温暖吗 是啊 你说对 我以后啊 一定不会这样 那其实这样啊 都是我 你都呼吁人家村长了 干脆今天晚上就村长来我们家吃饭吧 啊对 那刚好做饭吃了 刚刚都炒菜了 对对对对 来 叶欣 好 这里有什么困难啊 你还是得来帮 对对对 大家互相帮忙啊 好 我来讲菜啊 好 好